我们一起来为玫瑰园注入美妄能量 2024台北玫瑰展 玫瑰盛市正式开展 在台北市长蒋万安立法委员王洪威 及市议员秦慧珠 林真宇等人共同主持下 2024台北玫瑰展选在3月8号女神节 在新森公园台北玫瑰园为美开幕 800种超过5000株的各式玫瑰花 不仅是全台最大的玫瑰花园 蒋万安跟挂宝镇是全国最漂亮最美丽的玫瑰花园 不是号称 是确定全台湾最大的玫瑰花园 就在台北市 而且不只是面积范围最大 我跟大家挂包紧 是全国最漂亮最美的玫瑰花园 对不对 对 所以我敢这样讲就不怕来比较 只怕你不来 所以欢迎所有市民朋友 或是其他县市的好朋友 来到台北市 都来我们新森公园欣赏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园 占地1.5公顷的台北玫瑰花展分为六大展区 包括品种区 花海区 五彩玫瑰园 玉种加花园 秘密花园及园艺植物部展区 其中品种区可以看到众多的玫瑰品种 花海区则让人宛如身处花海中 这些区域就是会有不同的品种 例如说花海区就是它的玫瑰品种是 比较高的树玫瑰 然后它可以创造一些就是 在民众在走在街道上的时候 它会觉得就是自身在花海 所以我们就会叫做花海区 五彩玫瑰园则有色彩缤纷的各色玫瑰 尤其罕见的绿玫瑰 更成为许多摄影爱好者及游客朝圣的对象 直呼好特殊 因为一般的都是以粉红黄色 红色为主 那绿色的是它跟叶子有点接近 比较不能涂显 对 那你拍起来感觉就很漂亮吗 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花香 那在冬町它的一身就培育超过250个 所以是非常优秀 在公园树人员的解说下 台北市长蒋万恩开心的欣赏 玉种家花园的玫瑰花 还闻了英国玉种家 大卫奥斯丁培育的古典玫瑰花香 它会稍微有点风信息的味道 但是又没有风信息的 算了 闻起来味道怎么样 不错还蛮香的 英式花园也是今年台北玫瑰花展的新亮点 透过雕像 蝉蝉流水 和融入当地景观 让玫瑰花以最自然的方式呈现 我们这次有特别布置就是英式花园的一个布景 让大家在这个花园里面可以感受到 就在英式的花园里面 那为什么要用英式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玉种家花园总共会有三个玉种家 那其中一位就是英国的玉种家 那它整个英式的一个古典玫瑰 在我们的花园里面 现在目前其实也绽放得非常漂亮 还有由石造拱门和爱心喷水池组成的秘密花园 同样吸引许多民众到访 不过代表浪漫与幸福的玫瑰花 不仅在照顾上非常不容易 不同品种的开花期也都不一样 如何在三月展期让玫瑰花同时盛开 可是有诀窍 在照顾玫瑰的部分呢 我觉得重点就是在秋季 我们会有一个中见 就是在整个玫瑰株我们去修剪的时候 我们让它留些芽 在秋季的时候会绽放一次 非常漂亮的玫瑰花 那在冬季的时候再强剪一次 那冬季强剪的时候 那个汁液量强剪下来的量会比较大一点 那也是在促进 现在三月份让它促进它开花的一个工作 上三二一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开心的与多对在玫瑰園取景拍摄的新年合影 比给予祝福 台北市长蒋湾也分享多部以玫瑰花为主角的经典艺文作品 不管是凤飞飞的可爱的玫瑰花 大家都耳熟能详 还有包括小王子这本书 画册里面讲到的玫瑰 也代表着教了它怎么样去爱别人 当然还有电影 美女与野兽 这部卡通大家看过 里面的玫瑰花也代表着抛开偏见 另外还有歌剧 也就是有一出叫歌剧魅影 非常有名 里面有面具玫瑰 更象征着此生不渝的爱 我想这都是非常多经典作品都用玫瑰呈现 所以我想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不管你是要来脱单 要来告白 或者已经有另一半 带着太太先生 好伴侣一起来这边 心想没有相信 都会有更多的浓情蜜蜜 特别 3月8号今天 是什么节 国际妇女节 也是女王节 也是女神节 所以欢迎大家 邀请另一半前来 那同时我们3月14 也是白色情人节 也非常适合来到玫瑰花园区 走走逛逛 不时从头上呼啸而过的飞机 搭配美丽的玫瑰花 更有一种出国的氛围 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方面表示 受到今年天气较寒冷的气候影响 玫瑰园预计从3月中旬 逐渐进入盛开期 是闪花的最佳时间 除了敞花外 园区还规划了许多精彩活动 包括专为新人制定的美好见证活动 邀请新人到玫瑰园拍摄浪漫婚纱照 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的玫瑰对杯 对园艺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参加平日下午的导览活动 欢迎国人3月底前到台北玫瑰园 感受春日的幸福与浪漫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导